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二十大后 大陆股市会议室遭遇双杀 习近平掌权后 带来的不确定性更为致命 尤其其带领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团队 先后走访了延安和红旗渠 左转的车轮基本上板上钉钉 曾任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的赴美学者吴国光 在谈到二十大后的中国时说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 什么样的灾难都可能发生 因为中共的治理能力削弱了 就凭着下边官员的无能 蛮横 无知 就会酿造各种老百姓的灾难 今后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灾难频发的中国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而对于震惊国际的胡锦涛被驾走事件 真名人权律师陈光诚 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 此次处于弱势的胡锦涛 令人们开始同情 但其实胡锦涛作为中共前党魁也是逢场作戏的高手 2008年初 胡锦涛曾看望钱绝森 当时钱已经行将旧目 胡锦涛仍在其面前照本宣科的说空话套话 中共高层讲假话 已经是一种一贯的做事风格 所以如今胡锦涛的遭遇也是冥冥中以注定 陈光诚指出 胡锦涛是个伪君子 习近平则是个真小人 所以不要被大会中的小插曲所误导 仅靠这些信息得出结论并不真实 让中共一路向左 胡锦涛时期不是不想做 而是做不到 因为共产党越发害怕丢失权力 这种恐惧 促使中共会想方设法控制人民 不择手段的维护专制政权 这点不会改变 二十大后 习近平权力一家独大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但也不要一厢情愿认为习近平独裁 会引起共产党政治老人的不满 他们为什么会不满意习近平呢 习近平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尽办法维护共产党统治 他在救这个党 只要党不亡 中共其他派系的利益都会有保障 可以说 整个共产党内习近平是一个全心全意 为专制政权努力的人 党内不知之他才怪 陈光诚说 有人把反习代替了反共 认为党内失事的那批人会如何如何 其实根本不解决问题 把反习当作反共是绝对不可取的 会把整个中国的未来走向带入误区 郑州富士康员工集体大逃亡事件 持续引发外界关注 目前网传有上万人跑出了封控区 常常的队伍看不见头尾 之后有热心人士和富士康的管理者们 派出了一些车辆协助员工返家 然而一天后 当局又突然变点 严禁员工返家 要求别需就地隔离 有视频显示 特警已经进驻富士康封控区 维持秩序 据爆料 当地政府为了防止消息外传 开过来两部电讯屏蔽车 屏蔽了厂区内所有的手机讯号 里面被隔离的人发不出信息 其家人们都非常担心 同时 中共对外封杀消息 大量删帖隐瞒真相 据希望之声采访报道 当地市民表示 富士康被封事件 与二十大有关系 现在的地方官员 为了向洗表中心 打着防疫的旗号变本加厉 这种疯狂的举动 只能导致社会矛盾 加剧恶化 另据网友披露 因富士康事件惊动中央 郑州开始假解封 市政府一边加紧封控 另一边却为了应付 检查和央视采访 开启了疫情下的盛事生活 当地民众爆料 有郑州领导在微信群组里下达命令 要求某些商场于下午13点40 必须处于营业状态 该发布消息的人还打趣称 估计有大领导要来群演上场 郑州高新区 中原区等各社区书记 还下达了教育保安的要求 以避免保安说错话 然而 等领导一走 超市的群演立即被驱赶 拿在手里的菜也不能付款带走 对此 有网友表示 中共官方为政绩表演作秀 甚至编造假新闻早已司空见惯 中国人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10月27日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 2022年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报告 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三份文件 强调美军在未来几年的军事优先事项 直接和中共对世界的威胁挂钩 外界指出 美国军事一体化威慑中共 已进入实施层面 据美国之音报道 国防战略文件中写道 中共是步调挑战 来自中共的威胁 将决定美国军队将如何天职装备 及规划未来 此为顶级国防优先选项 报告强调 中共的挑衅正在破坏区域稳定 可能导致误判 美方将支持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 并与盟友合作 解决在台海等区域的威胁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毅教授 向媒体表示 美国情报部门掌控的资讯是 中共军方的鹰派还在紧锣密鼓的准备攻台 要武统台湾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案 其中一个方案就是 如果美国插手 他们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对付美国的航母群 对付美国关岛周边的军事基地 所以美国现在就把中共所有核武器的布局 坐标给点出来 目的就是阻吓中共 不要轻举傍动 你如果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的话 美国在第一时间就会搞掉你的 所有这些核基地 灭掉你的所有系统 中共清零防疫政策重创中国经济 一份利用卫星图像作为经济活动指标的新研究显示 北京当局严重夸大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值 英国BBC发现 自三月以来 中国已有152个地级市遭到部分或全面封锁 影响人口超过2.8亿 不过这其中有114个城市是在中共二十大临近的8月以来被封锁的 剑桥大学中国发展教授威廉·赫斯特指出 新冠病毒在中国具有政治性 还有研究发现 相比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将年GDP增长值夸大了近35% 据美国之音报道 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路易斯·马丁内斯说 每个人都想描绘出 形势大好的场景 但是关键区别是 在一个民主国家有着一整套制衡的网络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约束这样的行为 但专制国家不同 他指出 一个常见的例子 是朝鲜半岛夜间卫星图像 民主制度的韩国 大部分地区都是灯火通明的 独裁者金正恩领导的朝鲜的经济体量 只有韩国的六十分之一左右 在卫星图上大部分地区都是黑暗的 亮度差异使得两国之间的边界十分明显 马丁内斯研究观察了184个国家 到2013年为止近20年的GDP数据和卫星数据 这项研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 马丁内斯的模型显示 在过去20年内 北京当局可能夸大了其GDP增长值近三分之一 其经济体量远远小于其所声称的 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每年夸大了经济增长值约2% 其实际经济体量比官方宣称的数据小1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